大家好,我是Winnie 我記得剛開始入行,仍是管理訓練的時候 被派到賠償部工作 無久發生了當時轟動一時的加利大廈大火 奪退了41條寶貴的生命 亦有81人受傷 因為有過千個證人 以及很多閉路電視片段要看 以及有很多相片 所以我每天都要參加聽證會 歷時超過幾個月 從此我亦對賠償部的同事特別之尊敬 因為我發覺他們真的需要有很高的EQ 非常冷靜的頭腦 以及對保單非常清楚 才可以盡快賠償給有需要的人 亦可以將原本很不開心、很無助的客戶 得到照顧、感到欣慰 然後再次查一下 我們再次查一下 請問一下